好,今次我們的演後瓶要跟大家說一個網上演出的製作 因為這段時間的劇院還未開,我們請來馮晴晴和我們分享一個網上獨劇的作品 為甚麼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最近這個烏鵝的戰爭 其實都令到大家,雖然好像很遠離我們 但其實都影響著我們很多的心情或者是不同的關注 而香港這邊其實劉白之間他們最近都做了一個獨劇的作品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一來是籌款 另外也希望大家關注當地的一些情況 所以其實他們就在很快的時間之下 選了一個叫Bad Rose的作品 其實是來自烏克蘭的一位女性的編劇 去到將這個作品真的翻譯了廣東話 在網上做一個獨劇的 我們今天都因為 晴晴都找到這個劇本的英文的一個版本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原先這個劇本 其實裡面有一些很有趣的 因為這次獨劇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所以其實我們都未必聽到整個作品 演員也都很努力地用一些不同的設計 在一個平台裏面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那個劇本的一些氛圍 晴晴,不如我們也說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劇本本身其實都是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那個其實背景 雖然不是現在的這個戰爭的情境 但是其實都很多的場面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想像的 還有它有一個第一場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其實它當天是沒有演繹到的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那天聽不到的第一場 其實是怎麼樣的呢 還有那天其實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之下 你自己去怎樣看這個劇本本身有很多不同的 有趣的一些元素 或者是裡面一些的聲音 怎樣可以被聽到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是 那天呢 特別是因為少了一場戲沒有讀 就更加令到我很好奇 是怎樣的 所以我就後來找回來看 所以其實很感謝劉伯之間 很感謝家驅去選擇這個劇本 因為之前工作關係 就經常找劇本看的 特別是倫敦Royal Court Pay Rights Program那些劇本 但是就因為另一些工作關係 這個工作就放下了很久了 那接著 這次Bad Rose的劇本 其實都是Royal Court出來的嘛 就發現 哇,重拾看劇本的樂趣 並且其實都相當震撼的 去研究一下關於這個編劇和這個劇 首先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跟我自己的目錄都很相關的 新文本的目錄 就是劇評說 這位 Natalia這位編劇 是烏克蘭的Sarah King 大家很近距離 感受到 對,對,對,對 就是2017年的Bad Rose 這個劇本出版 當時在Royal Court演出之後 劇評其實都很肯定 這個劇 然後就說 這個就是烏克蘭的Sarah King 哇,加了分 立刻去看劇本 劇本其實是六場劇 這場劇是一個很長的一個人的Monolog 是的 所以其實在一個網上平台去呈現 是有點難 保持著聘用觀眾的 後來那幾場其實都是對話對話 那就會比較 可以活潑一些的 我想那個形式 但是要觀眾維持在螢幕看著 可能十幾分鐘的一個Monolog 的確是難的 嗯 還有他們後來也有說 就是 今次的籌備是相當急的 但都其實顯示到 大家的動員力很強 一呼百應 就是很短時間內 將劇本翻譯了做廣東話 然後排了兩三次就去 所以做為一個取捨 當晚引述回家區講 所以就把第一場拿走了 但是第一場都很開宗命義的 如果我們想去解題 Bad Roll 就是一個 條路不是很容易走 所謂路難走 路難走 那麼 第一個層面就是 都是在路上的一個旅程 在路上 其實第一場就是 正正就是在路上的 就是一個記者 Natasha 她記得她在2014年 深入去一個戰場 就是一個窩心 一個戰地的經驗 應該是東巴斯 2014年俄烏戰爭最重要的 打仗的地方 那麼她就跟著 一個烏克蘭的士兵 去看策 去採訪 那個戰事 但是 是 你以為她說過一場戰爭嗎 其實不是 嗯 原來她就撞入了一個非常個人的層面 就是她在這個旅程上 愛上了接待她的士兵 嗯 那麼在 槍林彈雨的環境之下 她心心念念的就是 和這位士兵可以生與欲來 和怎樣去表達她自己對這位士兵的愛意 那麼當然 中間就有很多這樣的緊張 就是一個集體的一個時代的 和一個女性主體 個人的慾望 在那裡交戰 那麼她也帶著某一些內疚 對於自己那個 一方面忠於自己的情感 另外一方面就覺得 有愧於天地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是 這個戲是開在一個非常濃烈的 個人與集體 甚至是同時代 和戰爭與日常 這些類型 互相在辯證 嗯 是很爽的 一口氣 總之她是一口氣 剛才遇到過去一個Mono 所以 一開就是一個很極的 很濃烈的情感 這樣 希望大家之後有機會可以看到這個戲 是的 很感謝阿V和我們介紹這個開場 因為事實上 我覺得不容易的 是一個 就是 我自己 都有看過 看到這一幕 其實都有十萬指的一個獨白 其實對於 沒有分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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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一口氣說 沒有分段的 所以這個開場 其實我覺得 在今次這個 就是 這麼有意思的 那個獨劇的安排之下 其實真的難些去呈現 在製作上 其實我們理解的 那 只不過都希望 帶回給觀眾 知道 其實劇本本身也都有一個 很震撼 或者其實都 很深刻的一個開場 反而是由第二場開始 由三個少女開始 就是我們香港看的 叫第一場 因為其實那些故事之間 你可以視之為沒有什麼特別的聯繫 但是其實你又可能找到 中間的一些的線索 所以其實都 那個部分 一開始 到今次讀劇的 其實可能就會比較 因為對話 因為有情境 就會比較容易 令觀眾進入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 V也有發現到 其實因為他本身 他讀劇的時候 其實都會聽到一些舞台指示 有些舞台指示的聲音 或者裡面的一些設計 都會令到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那裡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或者起碼令我們觀眾 可以感受到 在一個這樣的戰爭狀況之下 其實人的處境是怎樣被輸寫 可不可以跟我們都說一下 裡面一些你自己覺得 一些舞台的調動 尤其是你作為導演 可能特別有心理感受 那個空間是怎樣的 對 對 很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是關於這部電影 如果在舞台上呈現 其實那個聆聽的經驗是怎樣的 我都因為是自己的興趣 還有因為之前 都看了兩本書 都是朋友介紹的 就是看了兩本書很深刻 一本叫《Listening to War》 是講伊拉战爭的時候 關於聲音的研究 另外一本叫《Sonic Warfare》 都是講聲音與戰爭的關係 就是聲音作為一個武器 又或者聲音怎樣去跟我們的恐懼 或者我們的生存的本能 構上關係 你知道其實 其實最終我們 本古初開 作為一個很動物性的存在 其實我們是靠耳朵去保護自己的 就是 當時的耳朵應該挺好的 人類 聽到就會走 對 聽到就會走 只不過我們慢慢 對 慢慢 移去了一個比較視覺性的存在 那 是啊 尤其是我繼續看劇本 看第二場 有三個很可愛的少女 是 我三個 一開始有三個少女 完全不關於戰爭的事 為什麼 這麼 這麼清聰歲月 在我們眼前 什麼事 我都在講一部電影 其實很刻意將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很正常的東西 跟那個後面隱隱的那個戰爭場景 在一起 第二場是說三個少女 在討論他們的戀愛經驗 是 但是他們的戀愛對象就是士兵 是 原來 一開始 劇本對於那三個角色 那三個少女 有這樣的描述 他說 他們說話的時候 是沒有情緒的 沒有情緒的起伏 沒有情緒的起伏 我會演繹為 而他們沒有喊 他們不會大聲說話 嗯 他們都很累 因為他們已經很厭倦 一些很嘈吵的聲音 嗯 就是由這一兩句 我們可以去想像 這三個人物 對耳朵 其實經歷過 一個怎樣的聲景 嗯 或者自身其中 他們當時 是一個什麼東西的聲景 而他們怎樣用自己的聲音 去抗衡著 這種躁動 對耳朵 然後 他們說 靜靜 很冷靜 這樣去說話 但是其實 他在說什麼呢 就是少女情懷 總事師的 沒錯 我想搞事啊 他很帥仔 小鮮肉 是的 那 那 那是很壓抑的 但是這種壓抑 他用了一種很 很身體的 關於聲音 喉嚨 耳朵聽覺的等等 一些很身體性的東西 去說出那個 低氣壓 那個壓抑 嗯 然後 後面就說 其中一個女孩子 只有喊了一次而已 嗯 只喊了一次 就是當 另一個後來加入的老女人 說了一個字 神啊 那他就喊了一聲 嗯 那我覺得這個編劇很 很用心 他在經營著的 不僅是一個角色 而是一個 窩鬆的聲音 是 嗯 那 然後 再回去 後面 有另一場戲 就是當一個士兵 挾持著一個女孩子 應該是記者 記者 我們先用禁室培育去想像那場戲 是 那 那個士兵就說 嗯 他要一言不發 一開始的時候 一聲不響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更嚴重 因為它會更嚴重 越靜 其實就越產生到恐懼 嗯 嗯 那 我們對於窩鬆 是怎樣 或者通過去想識這個讀劇 或者這個劇本 讓我們去共感 跟你一個在 戰士生活中的人 原來通過這個聆聽的經驗 通過對於這個聲景的想像 都可以帶到我們進去 其實不單 不一定是很吵的 是 是 是靜到 嗯 非常之不舒服的 那種靜 嗯 我覺得那個 在電影中很多這些聲音 聲景上的不同的質感 或者很大的反差 在這裡衝擊著我 嗯 就是無論看的時候 和看回那個劇本 和讀劇的時候 都有這種感受 我覺得很 很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劇本 真的 是 很想做 很想做 是嗎 我就要去設計這個戲的聲景 在這個舞台上 怎麼設計呢 嗯 因為呢 我也想回 好像 作品裡面 阿B提到這一點 作品裡面其實都好像有一個角色 可能是士兵 他都有說過 其實 什麼你很喜歡吵的東西 什麼你很喜歡吵什麼 好像是深刻有一些這樣的對白 那現在你想回 其實它裡面對於聲音的描述 或者是 特別是 他們在這件事上面 怎麼樣理解聲音 對他們的影響呢 或者聲音怎樣製造一個這樣的情景 給我們去到想像呢 這件事其實都是劇本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那同時間因為聲音的關係 我又想起一些裡面的聲音 就是人的聲音 其實在裡面 其實是不斷是讓你去進入他們不同的處境 或者特別是女性的這個聲音 怎樣被聽到 或者是女性的聲音 或者他們的處境 怎樣被閱讀 在這件事上面 你自己覺得這個劇本的選擇 或者是她的一個處理 是不是會有特別觸動你的地方 嗯 這個呢 我也希望可以慢慢再去仔細到劇本 慢慢再參透這件事 但是首先 在一些二手的網上資料和劇評 都有去提出一個觀點 就是這套戲其實是關心女性的處境 還有是以一個很女性的角度去下筆 想通過這個書寫 讓觀眾都可以投入到在戰事裡面 戰事裡面女性 其實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無論她作為一個有主體性的 可以說自己的一個位置 還是她是被動的 就是作為某一種的交易或者販賣的籌碼 甚至是很功能性的 大家想像到 就是在戰事裡面 女性可以扮演一個什麼功能 有某一種暴力的暴力 其實一直都在整個劇本裡面 圍繞一個很脆弱的處境 是要面對的 是 我看的時候都會很直接 很快就代入了這個劇作者的關心 所以譬如以剛才說的禁心培育 那一場戲為例 就是 我是 跟那個被囚禁的女生 一起走一個鬥志鬥力的旅程 就是怎樣通過說話 怎樣通過某一種的情慾的操作 愛作為一個操作 去讓自己拯救自己於那個困境 但是我覺得編劇落筆的時候 最終它繼續在辯證著 沒有說誰對誰錯 那個現實就是 逼得近身 你就是要這樣去救自己 而這個現實也是 對於面對這個女生的那個士兵來講 那個士兵也有她脆弱的一面 那個愛 是真的可以將她 即是她的弱點連結 是 沒錯 是可以將她打倒的 沒錯 那麼 其實是在同情著士兵 還是其實她在關心著這個 無論如何都是在下把位的女性 我覺得是兩者 好似都是在辯證著 在這個這麼大的 是非面前 其實 人與人之間 還有什麼聯繫的可能 又或者因為什麼原因 而變得不可能呢 即是她在不斷地去問這個問題 嗯 所以去到 即她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即是她站在哪一邊 她站在烏克蘭士兵那邊 還是她在同情分離分子 還是怎樣 即是我覺得可能 這一刻首先 我自己未看得夠通透了 這部戲 第二可能都未必是劇作者自己 自己很 好首先 要先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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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們在用什麼方式去生存 不論她是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立場 但是的確 就是作者在女性的落筆那裡 和她那個關注點 其實是比較集中去處理這件事情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覺得在裡面 因為用了讀劇的方式 這個很難避免 就是你見不到演員 就是剛才以那場為例 士兵和女記者 因為你見不到兩位演員的身體的聯絡 在一個什麼空間裡面去呈現 因為我們看到網上的 就是士兵在一個帳篷裡面 但是因為這種距離感 其實可能多多少少會影響到 就是我們作為觀眾 如何去設計這個人 在一個如何的空間裡面去處理這個對話 而這種的張力其實可能 我覺得就是剛才V說的 就是怎樣導演的處理 其實可能都是 令到我們可能會有一種不同的想像 或者是昇華 但是我覺得這次都是一個好的 起碼對於我們觀眾來說 在這個這樣的情境下 能夠認識到一個劇本 認識到當地的人的一些狀況 那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好的嘗試 還有那個關注我覺得似乎 對於我們觀眾 香港觀眾來說 都是重要的一個開始 我覺得 是的 以那場為例 其實我看得很投入 還有他們也有些考試的 即機位真的有想過 那個女生是一個這樣 就是這樣上升下去 而她身體是刻意 就是可能蹲在地上 就是一個相對 很興奮一點的身體 那 阿芬古就是一個比較 亦暴亦趨的 和她的一個人 就是那個鏡頭表演 其實很成立 就是很少的一個考試 其實已經分析了他們的空間上的關係 那 是的 就是那一晚看的時候 都會很欣賞這些設計 又或者最後一場 在打仗前 那個小意外 那兩個夫婦其實都很黑色幽默的 是啊 那些演員就不特意這樣 紅去 好像很廣角的 想自己的臉 扭曲一點 是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在一個很有限的螢幕 的相識裡面 其實都加了一些趣味 是 來到一個尾聲 都想問一下V這種黑色幽默 其實呢 那天的演後討論 其實都有觀眾提及 其實劇本有些位置 都可能是 正如你開始的時候跟我們說 其實那種日常 因為你在 你在那裡其實就是一種 就是所謂戰爭的日常 就是人在那裡 其實是不是 純粹 真的是一種 我們想像的 就是我看的時候 那種很壓抑 或者很不舒服 就是那種悲情 是不是就是這樣的呢 我們是不是都是 其實在某一種不理解 或者典型化裡面呢 但是同時間 它真的裡面 又有些東西是 是很有趣的生活的 可能是人需要的一些 就是小的幽默 或者是小的一些喜感 在裡面 在這個部分 你可不可以在美青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種小的喜感 在這個劇本裡面 怎樣 有流露到呢 或者怎樣 呈現出來呢 嗯 那個喜感 又或者有某種輕省 不如這樣說 其實是在它每一場戲 設置在一個真的非常之 日常的場景 當然就是中間有一些 是真的在戰線的前線 那些就另計 但是 但是那裡其實 而至女行間 其實都有一些趣味 譬如 喂 我爸爸叫了阿丁 噢 普丁那個阿丁 對 那你爸爸死了沒有 死了 但是普丁還沒有死 就是這些 哈哈 是 是 其實我們現在去到最低處 都會拿這些來開玩笑 那 那 我覺得很甜蜜 另外就是 因為 他們 一方面就是一切如常 盡力去過每一天的生活 但是 好像剛才我描述 在想像中那三個少女的 雙眼 其實 行動上 行為上 是很正常的 但是其實他們的B型是怎樣呢 我想需要穿透 劇本文字 去做一個想像 那就是要去排名的時候 相信就是要跟演員去找 那種很有 比較 跟我們現在有些不同的 一種存在的狀態 就是無論他是不是沒有什麼表情 還是說話很小聲 說話很慢等等 其實都好像是跟那種 everydayness 那種語言上的起感 或者輕鬆 去做一個 一個 讓我們 又會笑 又會哭 那 最後又想回到那個 題 就是 去檢查 解一解題 原來有個 英語的表情 是這樣的 喂 郭惠你今天看來 臉好像幾千萬里 的檢查 那樣 原來有這樣的說法 你真的很醜 是 是 跌倒到坑渠 你是不是很不開心 其實是說 一張張很不開心的 念孔 那 我想 那一件事 其實是很 分析 整個劇本裡面 那個存在狀態 但是 始終他們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是 每一天生存下去 亦都很忠於自己的情感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知道自己想要愛 知道自己想要去逃離 那其實這件事是一個很人 的 很人性的東西 他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人 嗯 那這件事其實 是底線來的 不可以輸 不可以沒感覺的 是 那我覺得最終 是在祝福這件事 還有Bad Rose 也是在有兩首歌 這樣出現的 一首是REM的 一首是Bob Dylan的 那就是要有主題曲的話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就去聽這首 兩首歌 Bob Dylan的那首 叫做 Things have changed 應該很出名 那裡面就提到 Bad Rose 是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 記憶 嗯 我多謝阿V今天 一個的介紹 還有 就是深入去 看一下 因為我都在想 Bad Rose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聽的時候 好像都 沒想到 多謝阿V的一個解題 還有 這次我覺得 是對我們 香港觀眾來說 因為我們看到 那天參與的朋友 都不少 那我覺得藝術創作 在這個情況之下 都仍然可以發揮到 它一些影響力 還有 將一個其實都 大家之前 可能未必認識的劇本 帶到來香港 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 這次的製作裡面 一個很好的意思 令到我們 也關注多一些 那 而這個文本本身 都真是因為一個 很當代的文本 似乎在這件事上面 都值得我們香港的創作人 去到嘗試 或者參考 在一個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繼續去 生活 還有在這裡繼續去創作 今天很多謝Villie 和我們這個分享 Bad Rose 那我們下次的演後評 再見 拜拜